好了 伙伴们 我又回来了 今天是星期天 然后我是中午录的屏 然后呢 今天本来想给大家讲一下小说的一个项目的环境 就是前景 然后呢 但是呢 群里面有一些朋友在那装三合一 遇到了一些问题 遇到的问题呢 主要是就是这个服务器开小差 这个问题呢 是通用问题啊 因为那个什么 因为那个38女神节 那个大陶克的CMS改版了 所以说我现在就用这个朋友的后台给大家录个评 好吧 就是我先连上他的 先连接上他 这个问题呢 是通用问题啊 就是说大家都可能会遇得到的 主机不在线 哎 主机不在线 我得看看他啊 是这个503 主机不在线的话 正在进入 OK 好了啊 这个就是这位朋友的一个界面 我先看他的宝塔 宝塔的话 我先复制他的那个域名 然后打开之后 就是这个页面是不可用的 这时候呢 这时候主要是什么 你用了人家改版过的CMS 跟我的是不同的 所以说我需要在我的那个 我给的原码 用我给的原码 一定要用我给的原码 把这个PAPindex.php 就是这个文件 哎 怎么截不了图了 哎呀 截不了平了比较麻烦啊 就是这个文件啊 index.php 用notepad打开 然后同样呢 把你从大逃课上下载下来的 呃 大逃课上下载下来的php 就是index.php啊 我们再去大逃课上 大逃课 好 大逃课的话在这儿啊 然后我们就在他的 哎 完了 他这个啊 在这儿 网站部署 我们把这个普通的网站部署下载下来 好 下载下来之后 把在文件中打开 我们主要要他两个码啊 我们主要呢 就是要他两个码 还没下载好吗 好 下载好了 把它重命一下名 我随便命个名啊 就港二三 就是我知道这个文件是 大逃课的文件就行了 也同样在notepad中间打开 好 notepad中间打开呢 我主要打开两个 就是一个是index.php 一个是index.php 23.php 我们需要把23.php这个里面的码啊 这两个码 考到 考到这里 当然有的人不想改啊 不想改也行 你不想改的话 你推广的多少钱都是我的佣金 因为这个默认是我萝卜头的那个佣金 我们要核对一下 务必把你自己的核对了 务必把你自己的一定要核对好 这个一定要切记 要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会发现 哇 怎么推广了我一分钱都没有呢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啊 好 在这儿的话我把这个已经弄好了 然后的话我就把这个index.php给它弄到我的那个包塔上 打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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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京东优惠券 拼多多优惠券也已经显示了 我们测试一下 京东优惠券 京东是无法打开的啊 也是经常犯的一个错误 我也给大家演示一下 还有那个拼多多的优惠券啊 这个是 拼多多是正常的 也就是京东是不正常的 对吧 好 那京东的话我们就来检查 同样先看京东文件夹里面 他这个index.php是有的 然后把这个给他删除掉 然后这个我同样给他删除掉吧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做的对还是不对 然后的话我就去我们的京推推上 京推推 确实是不知道 所以说呢我就把它只能自己下载了 再重新下载一边我觉得比那个什么还快呢 然后在那个我的站点啊 在我的站点里面简直修改 然后的话看看他域名输入了 你看他自己的域名都不输入 怎么可能对呢 他自己的域名都不输入 这根本就找不到你的嘛 他连自己的域名都不输入的话 那你说人家怎么找到你 是不是这个逻辑 然后我们看他的子文件子文件目录 域名是这个基地点那个什么 那我们就在京东个人中心中间把域名写到这 然后域名呢要有http 两个冒 一个冒号 两个斜杠 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然后把它立即提交 这个其他的我就没管啊 包括京东联盟 ID呀推广位 我都没管他 好 这时候修改完了 我们再点击修改下载部署文件 好 这时候呢就下载好了 我下载到哪了 下载的是index.php啊 这个的话我也同样的 我给他复制到桌面上 要不然我恐怕找不着 复制到桌面上 好我们等会就把这个上传 然后呢我们再来再回到我们宝塔面板 在宝塔面板中间呢 这有个文件 看看谁在说 京东刚解析 哈哈 麦子搞起搞烟呢真是 好上传 然后选择文件 选择文件我们是上传到桌面上的啊 上传到桌面上有index.php 然后把它 然后等待上传 我们开始上传一下 好上传完成了 我们再检查一下他的文件里面 是否按照我的要求来改了 就是还是这个他的文件的根目录 HUNKI这个文件夹里 然后把它打开 然后先检查PC PC里面body 然后点击编辑 看啊 大家这儿京东的域名 跟你的解析的域名是一样的 那你这儿不要加S 不要加S 因为你解析的 你没有强制备安 你这加S就会错的 就会报错 把它确定一下 然后呢再返回到刚才那个 电脑手机端的 手机端同样的 手机端同样的 京东这个也要加http 冒号两斜杠 然后把这个空格给它删掉 至于删不删的话 不删 有空格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因为我也没测试 反正我是把它都给它那个什么的 有个没有空格的 好这时候就算完成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京东优惠券 不对我先刷新一下啊 这个我做的会比较快啊 因为这一期呢 这一期本来就是天天帮别人远程 因为昨天帮别人远程了三次 因为大陶克的CMS 它变化了嘛 它一变化弄的我就很头疼了 然后的话 我想把它这个域名复制到我 给我 复制给我在这呢 我就是亲爱的赛姆哥 我天天就是帮大家在那做这些东西 做这些东西做来做去的 所以说我就是这次我要出一个教程 就是让大家能都尽快的来来那个什么一下 好京东我们也也正常了啊 这些东西这些标题啊图片啊都是可以改的 然后拼多多也正常了下来我们用手机端来展示一下 嗯 然后用手机端来展示一下的话 我就那个什么我把它最小画吧 把它小一点 把它小一点然后我把我手机端先连上啊 因为我那个手机端还没连呢 嗯 然后有一个傲软 妈的 现在这个笔出来了神经病啊 测试一下别动 好我跟他说一下我用手机测试 然后的话我就打开我的那个叫啥呀 就是投屏工具 投屏工具点击投屏 然后他的域名是 好这是看看他的三合一啊 可能我连的比较快 大家可能连的是比较慢的 因为这个 好打开那个什么 哇你看我在追那个唐家三少呢 天天在追他 这个这个终极斗罗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好 然后的话我到我们的那个什么 他的网站叫啥呀 tk.奇奇 哇 这么长呢 奇奇影视点xyz tk.奇奇影视点xyz 写这么长的一个那个什么 好奇奇实会够啊 然后的话这样就是可以的了 然后把这个关掉啊 这个大逃课cms没问题了 然后京东 京东也是能打开的 这这里面就全是京东的货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我们再返回一下 返回一下这个拼多多 啊拼多多也是能正常的 我现在如果在这买东西呢 比如说这个7块钱 这个芒果呀 10块钱 然后我那个什么呢 就弄个 就是自动跳转到我的拼多多 跳转一下 拼多多商城 有点扯淡了 好 还是回到我这 因为我那个什么 我买过东西啊 我买过东西 然后就回到他这 比如说是京东 然后别人如果在你的这个买东西 比如说这个床被子 这么多钱是不是 点开他 点开他之后的话 啊这东西这么好我去 然后领圈购买 领圈更便宜是不是 我领个圈呗 别人一旦在你这购买的话 你就拿到佣金 这要当然要登陆的啊 因为京东登陆才才能直接买的 然后我就多了不做演示了 好了那这个就是三合一见 见站就是这些 就主要的一点呢就是什么啊 最主要的一点三合一 就是说改的地方其实不多 就是我们网站下面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子目录绑定 这个绑定的话 有人在问是不是非得要GD呢 我给你回复啊 就是说不是 你可以随便用什么东西都行 然后呢他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强制 那个什么 这有一个就是强制https啊 这个是一定要点的啊 点了之后有什么作用 就是不会夸站 第一不会夸站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 现在谷歌呀百度呀都在强制推那个https的版本 所以说https很多都打开就显示不安全 好这样就行了 然后他有个自动续签 OK这个网站算是已经完善了 然后文件中间呢就有几点 需要注意的就是pc端 pc端我打开之后有个编辑 你点击一下他 这里啊就是这里一定是http开头的 这一定是http开头的 一定不要搞到那个什么了 就是http开头不要有s 这一定要完整 然后你的精推推 精推推个人中心呢 同样的 你一定要把这个什么http 把你的域名给你写好 要不然的话 你这你像精推推连不到你的网站呀 连不到你的域名也是不行 还有呢大逃课这个下载程序 下载程序的话 那一点就是你的pid一定要正确 别弄得到最后全都变成我的了 你们在这推推来推去 佣金给我 你们乐意吗 你们也不乐意啊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改那个pid才行 大家一定要在改那个pid啊 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 应该是这个hide文件 在hide文件里面呢一定 还是要把这个http给他加上去的 要不然是电脑电脑不认识 你不写域名的话 电脑是不认识的 所以说就这几个地方 1234对吧 那看讲了几分钟 才讲了13分钟啊 那这个大逃课呢 就是说有的人在讲两句 啰嗦两句 就是今天上午 有人在问我 那这个大逃课做好的 要怎么去推广 那我的建议呢就是说 你有自己的那个网站的话就最好 你有自己的团队啊 最好你直接去推广了 你如果没有自己的团队呢 那你就要想了 我我的思路是利用社群营销 就是社交营销 然后把人引到你的那个电影网站 还有小说网站 然后形成相互导流 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我就给他暂停了关闭了 然后的话 然后有一个我的那个什么文件 我看一眼啊 这个东西的话我是有的 网最赚钱网络项目分析 我看一眼就知道 这个弹窗弹的这么多呀 最赚钱项目啊 我就把这个手机挪到这边 手机也不怎么用了吧 然后的话我就这样子把它关掉 最赚钱的网络项目 这个是我 我觉得是我整个一个核心来着 这个应该是我整个思路的一个核心 就是通过把客户引到我们的流量池内 让他们在我们流量池内 一直在那呆着 要不然在我小串上编线 小说编线 要不然在我影视编线 最直接的编线方式 还是到我的三合一直接编线 看啊 我这写的 我把这个文件已经放到上个视频的里面了 就是三合一网站 跟那个什么小说网站 电影网站 自媒体网站 这个相互导流 流量池都会在我这 那你说网站可以怎么赚钱呢 卖会员 卖张集 挂广告 导流三合一 这些都是一个赚钱的思路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赚钱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能够按照我的思路来 当然机器人不是必须的啊 机器人的话只是我比较懒 我是个懒人 机器人干嘛的 机器人主要是让你的代理去推广的 你要是直接别人在三合一上买东西 别人如果直接在三合一上买东西 那么你就得到百分之百的佣金对吧 但是呢 我是懒人 我想着把这百分之七十的佣金给分出去 分给谁呢 就是分给我的代理和下敌代理 让他们拿这个七十的佣金 我自己拿三十就行了嘛 那你说代理他们有没有激情 一百块钱的佣金他拿百分七十 但是你还有百分三十呢 你有一百两百一千两千 哇你是不是要飞起来 昨天还有朋友在那说呢 就从昨天回家的路上 他说就下班上班到回家的路上 然后一看成交了六单 成交了六单 然后呢一单十一块佣金 一单十一块佣金 你说宝妈们干嘛嘛 谁能逃得开淘宝京东拼多多嘛 都逃不开的 所以说放心大胆做这个东西的话 可以放到国内国内的服务器上去做的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吧 讲了有十七分钟了 这节课也没啥讲的 对不对就是给大家演示演示 找找错怎么去折腾 好了就这啊 好拜拜